汽车是如何生产的 都经过了哪些装配 今天就接着带大家了解汽车如何从一个轨架装配为一辆完整的汽车 前面进行了仪表和线数的安装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各种电器元件 首先是安装雨刮电机 安装前需要扫码识别车身底盘号 然后将雨刮电机安放在流水槽内并插上插头 接着用EC扳手依次对三颗螺钉进行拧紧固定 之前的扫码就是为了上传这个拧紧数据 以跟踪这些螺钉的拧紧情况 保证螺钉没有漏打或拧紧不合格的质量问题 接下来是安装侧气帘 它的作用是对头部起到保护 需要先对侧气帘进行扫码上传系统 然后拿取侧气帘进入车内 先将侧气帘卡在车顶板筋上 然后下一位操作者接着整理右侧化妆灯线数 并整理天窗电机线数并插上插头 下一位操作者接着对侧气帘前部进行固定 然后进入车内 打上一颗螺钉对气体发生器进行固定 并插上侧气帘插头 然后对侧气帘支架进行紧固 这个电枪与普通电枪不一样 同样能上传拧紧数据 接着将鲨鱼旗线数卡到C柱上固定 上一位操作者没有将这根线数卡完 主要是为了均分劳动负荷 最后再将侧气帘尾部卡在支架上 左侧也是一样的安装 接下来是ABS棒的安装 先安装一个支架 拎上三颗螺钉进行固定 左右两侧再安装一个刹车油管胶底 右侧再安装两个高低油管卡子 为安装空调高低压管做准备 第二个直接卡上就好了 然后拿取ABS棒 并装上第一根刹车油管 将ABS棒安装到支架上 并卡上第一根油管 油管的一端连接刹车总泵 先简单拧上 然后安装第二根刹车油管 也是简单拧上就可以了 然后用专用的EC班手 对这两根刹车油管两端进行拧解 踩下刹车后 刹车液由刹车总泵传递到ABS棒 再由ABS棒分配液压到刹车分泵 刹车分泵则控制刹车前进行刹车 接下来就安装四根连接刹车分泵的刹车油管 第一根是连接后轮刹车分泵的一根油管 接着安装左前轮刹车油管 刹车油管的一端 需要从之前安装的油管胶度 插入左前轮洞内 另一端同样连接到ABS棒上 第三根是右前轮刹车油管 也是一样的安装 最后一根是连接后轮的一段刹车油管 卡在刹车油管卡扣上就可以了 再插上ABS棒插头 用专用EC扳手依次对四根刹车油管进行紧固 ABS棒就安装好了 然后安装发光测标 清插后放上定位符具 然后将测标插头穿出预流孔插在发光测标上 粘上测标后用滚轮进行多次轨压 然后取下辅具并进行检查 左侧也是一样的安装 接下来便是进行第一次电气检测 检测前需要对车辆供电 然后对车辆进行扫码 识别车辆底盘号 接着拿取MFT设备进行VPE检测 主要是完成防盗组件的下载和硬件的初始化 选择好检测程序后等待即可 然后是粘贴车身上的车架号 车架号与之前打印在右前方的车架号一致 其他几个部位的车架号分别在前盖右侧 右前门框内侧 尾部流水槽内 和后盖左侧 然后在VPE检测完成后取下充电前 接着拔下MFT设备并放回转运料架上 使设备返回70点进行下一辆车的检测 到这里第二条生产线就结束了 然后进入第三条生产线进行汽车顶棚的装配 装配顶棚前右侧会先放上一个后排安全带总成 并塞上一个隔音棉 左侧则会先放置一个顶棚支架 然后在后排安全带线束上连接上后排安全带砍扣 接着放置左侧的安全带 同时另一位操作者则拿取顶棚并扫码录入系统 然后将顶棚从前封挡孔洞放入车内 接着左侧操作者进入车内进行顶棚的固定 先连接正阳帘开关插头和USB线束插头 两侧操作者还需要将化妆灯线束穿过顶棚 然后将顶棚卡在顶盖板筋上 并进行多次拍打使卡扣卡到位 接着将天窗周边的顶棚拍打卡紧 每个部位都要重复按压一次以保证卡紧效果 同时两侧操作者进行后排阅读灯安装 插上插头后卡上即可 然后是进行前排安全带的安装 先挂上高度调节器 再将卷收器固定在壁柱下方 然后将安全带固定在高度调节器上 接着用EC扳手给调节器拧上一颗固定锅钉 下一位操作者再安装一个金属导向支架 然后连接化妆灯插头并卡上化妆灯 接着安装顶棚扶手 按压内侧的卡扣即可固定 接着用前门矿条包裹住顶棚 同样的方法再安装上后侧的顶棚扶手 扶手对顶棚也起到固定的作用 然后安装遮阳板和A柱护板 先连接遮阳板插头 接着在插头上包裹一层海绵 以避免插头抖动形成噪音 然后卡上遮阳板底座就可以了 接下来安装A柱护板 先连接扬声器插头 然后将A柱护板卡到A柱内侧 护板由内部的卡扣进行固定 同样刮一下门洞条 使门洞条包裹住A柱护板 右侧也是一样的安装 最后是安装前阅读灯 几天窗控制开关 插上三个插头后 卡在顶棚上即可 关注我 下集接着带大家了解汽车装配全过程